成龙,作为慈善明星,每一次国家需要他的时候,他都会第一时间出手帮助。 他向武汉一区捐款一千万元。 成龙除演艺事业外,成龙热心公益事业。 2003年当选,感动中国十大人物。 2004年,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,亲善大使。 2006年,入选,福布斯全球十大慈善之星。 成龙,1954年4月7日出生于香港,祖籍安徽吴湖。 成龙小时候家里很穷,天生顽劣的他,让家人对他很是失望, 甚至爸爸都几乎把他就此卖掉。 人穷至短,殃及子孙,等到了长到该跨着书本走进课堂的年纪, 家里却无法负担他的学费,只好把他送到了戏班子里管教。 那就是当年于战元所创办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, 名为戏剧学院,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的戏班子。 于战元当年创办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, 名字虽然取着唬人,但要论规模在香港众多戏校中也只算得中等。 而且校舍破败,条件简陋,所姓师傅并未误人子弟,教得认真。 成龙不读书,不识字,就这么昏昏噩噩地走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, 每天只是勤学苦练,一身软硬功夫。 少年时的成龙,绝对是众多师兄弟里最不让人省心的一个, 师傅往往都揪住他狠狠的一阵教训。 但是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还是我行我素得很, 用于战元的话来讲,就是一看,就是顶部争气的那种。 香港戏曲行业的没落,或是戏曲学校最终关停。 成龙选择了电影之路,他是从一个跑龙套的开始的, 刚走进片场,导演二话不问,就把他推倒在地上, 一边叫人朝他脸上,抹了一把泥水, 然后再塞一袋子血浆在他嘴里。 这时候成龙唯一要做的,就是不要喘气。 如果你看过周星驰的《喜剧之王》的话, 应该会有点印象,引天愁一进片场, 被人糊里糊涂地推倒在地上, 脸上抹你洒血浆装死尸,这就是当年成龙的经历。 回首当年,成龙自言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一路风雨, 或许是自己命好,有上天青睐, 也或许是自己拼命的精神,以及对事业的责任心, 成就了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,可以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